Hello,我是Frank 这节课咱们来到23课 你看今天的题目跟21课很像 都是which开头 只不过后面这词变成了一个复数 21课叫which book 哪本书 那么现在叫which glasses 上节课咱们不是学了吗 glass表示杯子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好几个杯子 好,具体这个词怎么用 咱们来看课文 是不是有点眼熟了 这不是上节课那两口子吗 连名都没换 还叫Jane 只不过场景变了一下 之前是在书房打电话 现在应该是在餐厅 不过有个细节 他家挺豪华 这样我想起来 小时候看一个动画片 大头儿子小偷爸爸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这大头儿子他家经济条件挺好 从周边设施的繁华程度来看 应该是住在三环一里 而且关键是啥 人家住的可是个别墅 它不是一个平层 它是好几层楼 所以你琢磨吧 在北京买这么一套别墅 得需要多少钱 好,接着咱们还是回到课文 看这两口子 今天要干什么 对丈夫说话了 Give me some glasses Please, Jane 好,上节课他说的什么 还记得吗 Give me a book 给我一本书 现在要的不是一个东西了 是几个杯子 因为人家把红酒都端上来了 今晚要与我的爱气小酌一杯 好,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上节课 我们刚学的词叫glass 这词可以表示玻璃 也可以表示杯子 当这个词用单数的形式 给我一杯 你可以说 Give me a glass Please 它可以是一杯酒 也可以是一杯饮料 也可以是一杯水 A glass of water 但是在口语当中 我们说话没有那么啰嗦 直接说给我一杯 因为glass就可以了 好,那么当我想说几个杯子的时候 我就要把glass 把它由单数的形式 变成复数的形式 通常这些名词变复数 只要在后面加s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词本身 人家就带s了 所以我们要在后面加一个es 然后读音读作 glasses 注意最后是一个震动声带的s结尾 好,当你想说一些杯子 好几只杯子的时候 前面加一个some 这个词表示一些的意思 这都是口语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词 其实这个词也就是我平常给你们举例子 something和somebody 这里面的some 好,那么这句话里的some glasses on the shelf 这个shelf咱们先不用讲 但我可以先透露给你 这词表示架子的意思 因为一会儿课文里会出现 咱们到时候正式讲 好了,这个时候 咱们突然蹦出个语法现象 你先别着急看 你听我讲 咱们课文第一句话叫 give me some glasses 这里面有一个动词 谁呢 就是give 给的意思 然后它后面 动词后面接的是什么呢 是宾语 所以这个me 就是一个宾语 give me 其实它的全称应该是 you give me 你给我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主 为宾的结构 这个give在这儿呢 是位语动词 后面呢 me就是宾语 好,但是我们发现了 这个me的后面还有东西啊 叫some glasses 那么它在这个句子当中 充当什么成分呢 它也是宾语 所以说这句话 有两个宾语 这叫双宾语 那为了区分它们两个宾语呢 我们给一个起名叫直接宾语 一个叫间接宾语 现在我让你自己判断一下 哪一个词属于直接宾语呢 是me是直接宾语 还是some glasses是直接宾语呢 那我们就研究研究这句话的意思了 给我玻璃杯 那我最直接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句话里最重要的是谁呢 是杯子 也就是说这句话一说出来 最重要的信息点是谁 是杯子 所以some glasses 就是这句话的直接宾语 然后前面这个我 就是me 它作为间接宾语 其实像这种结构呢 也就是说两个宾语的情况 很常见啊 正常的最简单的句子结构是主位宾 那么这种呢 叫主位宾宾 听着还挺可爱的 小宾宾 好 接下来 这妻子听完事马上站起来了 你看这妻子太听话了 简直跟机器人一样啊 但是现实生活中呢 估计这个事要反过来了啊 好 那么妻子说话了啊 which glasses 她问了哪几只啊 因为你看到了 夹很大嘛 对吧 玻璃杯也很多 你看架子上也有 然后消毒棍里也有 你让我拿哪些呢 通过这句话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which 它可以后面跟单数的名字 也可以跟像glasses 这样的复数的名字 好 接着这妻子啊 先去这个消毒棍 拿了几只杯子啊 然后问 these glasses 好 下面我们就研究一下these这个词啊 其实之前呢 讲this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词带到了 this表示这个 那么these呢 表示这些 它的读音是不一样的啊 this是一个小短促的 嘴巴很放松 然后这个these呢 嘴巴要裂开 这样微笑的感觉 然后最后是一个 结尾啊 these 好 它表示这些的意思 看三个杯子啊 这就可以成为这些了 这些杯子很干净 these ones are clean 好 接着老公说了 不是 不是这几个杯子啊 我要那个架子上那个啊 所以他说了 no not those those这个词呢 之前咱们也提过啊 它是that的复数形式 that表示那个 那么those呢 表示那些 你看上面这三杯啊 浑汤的 我们可以在远处啊 指着这三个杯子说 那些杯子很脏 those ones are dirty 好了 我们先做个小复习啊 看看这那 这些那些 你会不会 首先呢 第一个 就一个东西啊 指着这个说 这是这个啊 叫this 如果是那个呢 一个的话啊 就是that 如果是这些的话 these 如果是那些的话 those 好了 刚才老公说了 not those 不是刚才那些啊 是哪些呢 the ones on the shelf 在架子上那几只 好 架子这个词 shelf 咱们一会再下一页讲啊 咱们先说前面这个 the ones 我们上节课学了 这个one呢 叫代词 而且叫不定代词 它可以指一个 那么这个杯子呢 它有很多个 既然glass都加复数 变成了glasses 那么这个one呢 同样也要加上复数 变成ones 所以这句话里用的就是 the ones 而不能用的one 好 同时这句话 还是一个省略句 省略什么了呢 就是开头省略了一个 I want 我想要的是架子上那几只 I want the ones on the shelf 好 最后我再说一下句子成分啊 这里面的on the shelf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它叫介词短语 它在这个小短句子当中 做的是什么成分呢 做的是定语 啥叫定语呢 这个概念之前没怎么太提过啊 定语就是我给你定哪 给你限定一下 也就是说给你修饰一下 其实啊 说白了 定语就是相当于形容词 只不过呢 形容词是一个单词 这个定语呢 可以是好几个单词组成的 相当于一个大形容词的 这么一个词 比如说你看这句话里 前面说的是the ones 那几个杯子 对吧 那我现在想限定一下 因为杯子世界上到处都是嘛 我想说的就是咱家呀 这架子上顶上那几个杯子 所以说呢 我加一个on the shelf 就给它限定住了 也就是修饰这个the ones 这些杯子的 好 这么一说 基本就可以理解了吧 没理解也没关系 咱们后面还有好几十节课呢 像这些概念呢 我会不断的强化 然后你通过不同的例子 就能把它彻底掌握了 学英语呢 你记住 咱们玩的是宽度 是广度 而不是纵深 你不是把一篇文章挖掘的底朝天啊 那是没有用的 咱们多读 多听 多看 这些语法现象啊 无非也就这么多种 所以它在不同的文章里 还会再次的反复再出现 好了 接下来讲讲shelf这个词 注意啊 这个词可是有一个字母l在里面的 所以说你的舌头 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吧 舌头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一定要顶在上牙齿的背面 要发出这个音来啊 shelf 好 这个词呢 总体上它就表示架子 它可以是各种架啊 比如说晚价 书价 货价 包括咱们冰箱里 这个隔层的小隔板啊 都可以叫shelf 那常见的用法呢 就是on the shelf 在架子上 但是我还补充一点 这个词还有个隐身的含义 表示大龄未婚的人 啥大龄未婚呢 就是挺大岁数的 但是还没结婚 所以这感觉呢 就好像被遗忘在这个货架子上了 没有人选择了 这个听起来还是挺伤感的啊 好 还是回到咱们上面这图里吧 咱们看看啊 这三把小叉子 叉子这个词还记得吧 fork 说它们在架子上放着呢 你可以怎么说呢 they are on the shelf 好 关于shelf这个词呢 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它变成复数的时候 你看一下下面 我给到你这个棕色的字体啊 哎 你看它变形了啊 它把之前那个f给它扔掉了 然后变成了一个字母v 然后就加了一个es 所以像这种以f结尾的单词 把它变成复数的时候 要把f变成v加上es 然后在读音上呢 也不是shelves 都不是这么轻的了 要变成shelves shelves 好 最最后呢 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词啊 就是用了这个借词 on on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呢 就是表示在什么东西的上面 如果a在b的上面呢 那么b就对a产生一个支撑的作用 所以在后面呢 这个on呢 它会衍生出很多的含义 比如说我支持你 你可以依靠我 都可以往这个on上面去找 比如说一个特别棒的口语啊 叫the fruit is on the house 并不是说水果在房子上面啊 而是说 今天大家吃的水果 餐厅请客 不收费了 也就是说这个费用 算在这个房子的上面 你看这取的就是on的支撑的这种感觉 那像咱们课文当中的呢 用的是最简单的用法啦 就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 这个东西在它的顶上 用的就是on 好 接着我们继续回到课文啊 你看这个妻子呢 她从架子上拿了两个杯子下来 因为这个 你看左边的架子 它是不是少了两个啊 所以很明显是从那拿下来的啊 然后就问了 是这几只吗 these 你看就一个单词啊 these 注意语调还得是往上升的 其实呢 这句话也是一个省略啊 那我们要把它说全的应该是什么呢 do you want these 你想要这些吗 这几只是你想要的吗 好 接着丈夫说了啊 yes please 这很简单啦 这俩词咱们都认识啊 是的 请你拿给我 但如果别人问你要不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想说不要 那怎么去比较委婉的去回答别人呢 你要说什么呢 no thank you 加一个thank you在后面 好 接下来这画面很熟悉了啊 同样的话啊 跟上节课 妻子说给你 她用的一个词 还是上节课那个 here you are 好 那么这节课里呢 我要再给你补充一个 可以代替here you are的用法 而且会比它更地道 也就是在真正的老外的口语当中 更高频率使用的一个词叫 there you go 好了 就是这么写的啊 there 表示那里的意思 然后you can go 一个表示你 一个表示去 但是他们三个连上呢 可不是表示你去那里 也不是表示去你的吧 都不是啊 它有三种用法 三种场合啊 首先第一种场合 就是咱们课文里这个 给东西的时候 说给你 走你 这个感觉 来我给你个小对话啊 你体会一下 比如说你在书店买书 你可以说 这书怎么卖的 多少钱一斤 how much is this book 然后这店回答你了 27块钱 但不论金卖 咱们这儿啊 论本卖 然后你说行 买了啊 给你钱 那给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这句话了 there you go 其实你就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这个there you go 就等于here you are 直接在这个场合 一用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there you go的第二种使用场合呢 就是当别人做完一件事的时候 你去鼓励他 你可以说there you go 很常见的啊 你看国外这个NBA球员训练的时候 然后他训练师 嘴里边一直是 嘴不嘴不嘴不停啊 一直说的其实就是这句话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其实啊 就等于咱们中国训练师说的啥呢 好的 没问题 好的 上篮 好的 有了 就这个感觉啊 好 咱们来看看例句啊 当你想说 哎 这个一点都不难 你看 就这么干就完事了吗 搞定了 看得好 你就可以说 it's not that hard hard这个词呢 表示困难的意思 it's not that hard there you go great job great这个词表示伟大的 或者特别好的 然后job这词表示工作啊 这都不是咱们现在要学的 这俩词连一块呢 不是伟大的工作 而是干得漂亮 就是你这活干得不错 好 接着there you go的第三层含义呢 就是说 这事跟我想的一样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今天要下雨吧 我说什么来着 你的钱包得丢吧 哎 在这种语境之下 你可以用there you go 就有一种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之前说的你不听 你看 现在应验了吧 就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你掌握了真理 你掌握了正确的案 好 接着我们来到了 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就一个单词 叫thanks 感谢 感谢我美丽的妻子 给我拿杯子 你看这两口子 在生活当中挺客气啊 这种感觉呢 就叫相敬如宾 俩人跟招待客人似的 在家 好 这里面 再给你补充个细节啊 你看这个thanks 它说的非常的简洁 正常的应该是thank you 所以咱们在回答的时候呢 也可以简洁一点 正常的 我们条件反射的回答什么呢 别人说thank you 或者thanks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 you are welcome 但是今天 我再给你补充六个啊 是可以用来替换 you are welcome的 就别每次人家跟你感谢完事 你都you are welcome welcome的 显得咱们词汇量不多啊 好 首先来看第一种回复 这个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叫no worries worry 它的单数形式表示烦恼或者担心 现在呢 把它变成了负数啊 把y变成了i 加了一个es worries no worries 就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没有什么烦恼 也就是别客气的意思 好 第二种回复呢 就是 oh it's nothing nothing 表示什么都没有 就说这事儿没什么 别往心里去啊 这没什么的 好 第三种回复 也是非常地道的 叫you get it 翻译成 没事的 当然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啊 get是得到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帮了别人一个忙之后 别人说thank you 然后你说 你得着吧 也就是说 我给你这东西 或者说 我帮你这忙 我送你这人情 你得着就完事了 甭跟我客气了 好 接着第四种回答方法呢 是就一个词啊 非常简单 叫anytime 这词直接翻译过来 是任何时候 那么灵活点翻译呢 就是随时为您效劳 什么时候你找我 只要言语一声 我马上到 好 第五种回复方法 叫don't mention it 这个mention 表示提到 提及 就说别提了 不用提 谢谢 别在意 这个意思 好 第六种回复 it's my pleasure 这种回答呢 客气啊 非常客气 适用于比较严肃 比较正式的场合 比如说学校领导 跟你说了声谢谢 或者是哪个 得高望重的老前辈 跟你说声谢谢 这时候你说 这是我的荣幸 好了课文讲完了 接着呢 咱们进入下一个部分啊 我要带你练习一些数字的写法 在第一季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教了一些 12345啊 这个非常简单的 包括十几 二十几 几十 这样的 那现在呢 我要教你一些大数字的写法 首先咱们得知道两个东西 一个是百 这之前咱们学过的叫hundred 然后下面这个呢 叫千 thousand 首先我们看这个数啊 这是个四位数 但是呢 好像跟咱们这个不太一样啊 中间来了个逗号啊 美国人的技术方式呢 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啊 他们是三位一技 咱们呢 是四位一技 比如说万 哎 我们有一万这个单位 但是他们没有万 他们只有千 那他们想说一万的时候 怎么办呢 他们会说十千 所以说这就是两个国家的人 思维方式不一样啊 那么咱们在数这个 一千零一十的时候 该怎么说呢 很简单 看多号就行了啊 多号前面的叫thousand 那么这是几千呢 一开头的啊 一千就是a thousand 好 接下来百位上没有数啊 它是零 所以hundred 咱们就不用说了 接着看十位 这是一个十 所以就是ten 但是这里面 你要注意一点啊 通常在十位的前面 我们要加上一个and 也就是说一千零一十 我们要说成a thousand and ten 好 好那后面呢 就可以以此类推了啊 一千零一十一呢 就是a thousand and eleven 一千零一十六 a thousand and sixteen 好后面不可能换成一千零几十几啊 都是a thousand 后面加一个and 你可以是25或者是69 好接下来难度稍微增加一丢丢啊 我们现在百位上有数了 这是一千一百一十七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啊 四位数嘛 对吧 有个逗号 逗号前面就是thousand 千 所以就是one thousand 注意啊 这里面的one thousand 跟前面的a thousand 是一个意思啊 但是呢 由于这后面呢 百位上还有数 所以你就不能说成a thousand 然后one hundred 一个用are 一个用one就不好了 所以呢 在现在我们全统一成one 那么千位是一的话 one thousand 百位也是一 one hundred 注意这个中间不用加and 直接说百位数就行了 one hundred 然后后面 十位数前面要加and and 十七的话 seventeen 好了 咱们再来一个啊 其实这东西呢 会了一个 后面就通了啊 来上个大数啊 一千四百二十 这逗号前面是千位 所以就是one thousand 后面四百 咱们先说四百啊 four hundred 再来加个二十啊 注意别忘了这个and 一定要加上and twenty 所以连上就是one thousand four hundred and twenty 好 同样的道理 一千九百二十五 one thousand 然后九百 把九百先说出来 nine hundred 剩下二十五 and twenty 好 最后一个数大了 但是更简单了 两千直接在thousand前面 加一个two 不管是几千了以后 比如三千六千五千 直接在thousand前面 加上这个个位数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这么多了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 再见 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